親媽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說美國眾院的議長麥卡錫 可能不會來台灣了 那可能會改在4月 當蔡總統出訪過境美國的時候 雙方在碰面 總質詢才開始 李維上台就先問這個問題 蔡總統我們現在知道 可能4月要來訪美 那是不是要來加州 會不會會晤到我們的 這個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 英國金融時報的這一則報道 真實的還是說 你認為是不實的 會怎麼問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總統4月就要訪問美國 還要跑到加州 跟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見面 不是原本說的麥卡錫訪台 而是總統自己飛過去 為的就是不要刺激對岸 原所外交 是我們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這個是我們外交部的 重責大任 但是在還沒有任何具體的 這種規劃出來之前 我們不會對外面說明 那如果有確切的這些計畫的話 我們跟那個總統府 也會對外面來做充分的說明 外交部不願鬆口 外媒直出總統可能以參訪中南 美洲友邦為由過境美國 除了到加州見麥卡錫外 還會到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 甚至順便經過紐約 可能是繼2019年出訪加勒比海友邦後 總統再度登上紐約 您作為外交部長 您會建議蔡總統4月努力做 所謂的過境外交嗎 我們外交部這邊會去做好 最完善的規劃 讓總統在訪問或者是過境的時候 都能夠有這些尊嚴 安全舒適便利的這些相關的安排 不管怎麼問 外交部都是同一個答案 總統府沒有否認只說沒有評論 強調總統如果有出訪都會對外說明 總統會不會在任期最後一年 留下外交歷史定位 官方現在的態度很曖昧 而大陸的態度呢 大陸新任的外長秦剛 舉行第一場國際記者會 在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 他還特別拿出了一本憲法 我知道今天肯定要問到台灣問題 所以我特地帶來了一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台灣問題早就準備好 當被問到國際關切大陸武力犯台的風險時 秦剛引述中國大陸憲法 強調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 中國反肆裂國家法對此規定的很明確 秦剛說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不可跨越的第一道紅線 台灣問題處理不好 中美關係地動山搖 這是秦剛上任後的第一場 國際記者會在開始前進 兩個小時就擠進不少家的媒體 但其實有更多外媒是無法到現場的 因為官方是以防疫跟位子有限為由 是管控參加的媒體人數 另外就是提問也是安排好的 另一道必考題當然是美中關係 秦剛花了整整十分鐘 從美國擊落中國的間諜氣球開始罵起 有罪推斷過度反應濫用武力借梯發揮 製造了一場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機 秦剛批評美國嘴裡說要跟中國競爭不尋求衝突 其實是全方位打壓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如同兩位運動員在奧運田徑場上賽跑 一方懂事要去半導對方 甚至想讓對方去參加殘奧會犯規了 七號上午除了台灣問題跟美中關係外 秦剛也強調中俄友誼走出了國際關係的典範 TVV新聞朱光宏陳韻文北京報導 而秦剛這場記者會似乎也是對西方的民主國家酸言酸語 我們連線北京特派記者陳韻文 好 來看到就是關於到中國大陸召開兩會的最新消息 郭老師參加的是中國外長秦剛他的國際記者會 他不僅談到的是台海的問題之外 也回應的是說他的外長人是正命 是否代表中國大陸這個戰狼外交將會有所轉向 來看他怎麼回答 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記得我剛到美國任大使的時候 美國媒體驚呼 中國戰狼來了 現在我回來當外長了 這稱號又不給我了 我還真有點若有所失 當豺狼當道 惡狼來襲時 中國的外交官 必須與狼共 保駕衛國 先剛說的豺狼跟惡狼 就指的就是美國等西方的民主國家 在對中國大陸的進行那些打壓跟遏制的行為 同時呢他也提到就是 引用的是川普過去的競選口號 說呢就是美國打壓中國 不讓美國再次偉大 另外也暗批了日本 就是日美同盟之下 讓日中關係呢是舊商未平 又天心商的情形 以上是北京最新消息 國際焦點還要關注的是 美國和南韓即將展開聯合軍演了 在昨天美方就派出一架 B-52的轟炸機飛到了朝鮮半島的上空 新話 用意是不是很明顯了 確實喔 財安觀眾朋友 B-52轟炸機在朝鮮半島的上空線中 這意味著就是要北韓不要再輕舉妄動了 但您縱觀目前東北亞的局勢 到底為何如此緊張呢 因為過去呢 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談判 持續的陷入僵局 而北韓去年頻頻發射飛彈導彈次數創新高 甚至有些導彈已經可以打到美國本土了 而南韓目前它的防疫措施已經放寬 所以美韓逐漸要來應對這樣的局勢 而應對的方式就是大規模的軍演了 而北韓對此反應其實相當激烈 每次只要美韓一軍演 北韓就會還以顏色 不管是發射飛彈還是核事業 這使得東北亞的局勢變得劍拔弩張 而這一次美韓軍演呢 實施的時間是在3月13到23號 這大規模的軍演當中 包括了兩棲登陸演習 而北韓方面呢 透過曹中盛還有金正恩的妹妹金語正 也不斷的警告呼籲取消 甚至說這樣的演習 就是入侵北韓的前奏了 而南韓國防部也表示 美國6號出動了一架B-52轟炸機 要跟南韓進行聯合的操演 要來對抗北韓的核武還有飛彈的威脅 而B-52轟炸機的戰力非同小可 可以攜帶射成200公里的空對地核飛彈 31噸的炸彈 同時它的飛行距離達到了6400公里 有長程的移動力 財源 新華其實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也是非常強的 像是灌籃高手電影版 說在南韓已經打破他們日本動畫電影的 最多觀影人數嗎 確實喔 這七八年級生的童年回憶回憶殺 在南韓一樣奏效 首先反映的呢 就是灌籃高手在南韓的票房了 根據他們統計 1月4號在南韓上映以來 截至3月5號 累積賣出了381萬張的電影票 超越了2016年的動畫片 新海城的名作 你的名字380萬張 成為南韓觀影人次最多的日本動畫 足以顯見雖然是懷舊的灌籃高手 但他的威力十足 依舊可以吸引影迷進戲院來欣賞 而同時他只花了61天 就打破了你的名字 維持七年的紀錄了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小燕 新話另外就是串流平台 最近不是針對南韓教會的醜聞 拍成紀錄片嗎 可是大家很好奇 像是社理教的教主 他已經住育十年 但為什麼社理教還是 越來越壯大呢 確實喔 南韓常常傳出這種邪教 迫害人權 或是是性侵性徒的這樣的事件 很關鍵的原因 教主入育之後 其實還有組織繼續發展教會 我們要帶您看到的 這個南韓的社理教 最近呢 被串流平台翻拍成紀錄片 教主鄭明熙 自稱是救世主 而他曾因為性侵 所以2009年入獄十年 那麼2018年獲釋 但是沒想到他一獲釋之後 人就是故技重施性侵了女教徒 而當中是什麼樣 權力不平等的關係呢 我們來看到入獄十年 他的教派持續的擴大 因為他可以代表使徒 就是他的信徒的中間的幹部 會代替他傳訊息給組織下達命令 甚至還會有很多信徒 會寄結婚照給他 甚至還有裸照給他 非常的誇張 而過去呢 他的社理教是以正氣新潮的形象 或者是一些藝術活動啊 扶老啊 或者是扶貧的活動 來吸引年輕人加入教派 而風氣也相對開放 主力就是希娜學生 以及妙齡女子來加入了 而只要群體夠大 那麼中間的幹部信仰夠堅定 他的組織其實也能夠成長 在台灣其實也有這個教派的存在 而值得關注的是 2017年他宣稱有十萬信徒 三百個分支教會 而紀錄之片以神知名說 其實這個教派大約是落在 兩百到兩百五十個分支之多 而到底為什麼南韓人呢 會對於宗教這麼瘋狂呢 很有可能就是韓戰過後 心靈空虛 社會百廢待局 還有政商關係的緣故了 蔡燕 鹹花其實社理教教主 現在在我們台灣 他還是一位通緝犯 被通緝當中的 因為他曾經涉嫌性侵多名女大聲 現在YouTuber阿滴也說 當年他也曾經加入過社理教 尖開韓國四大教會 陰暗面 Nafris推出的紀錄片 以神知名信仰的背叛中 設理教信徒指控教主 證明習性侵 該教會在亞洲各地擴展 知名YouTuber阿滴被報也是教友 哈囉我是阿滴 哈囉我是滴妹 今天算是一支比較特別的影片 因為最近達到了200萬訂閱 鏡頭前展現對英文的熱情 Dcar有網友發文自己曾加入教會 有次教友看見阿滴和滴妹現身 還以在YouTube教英文的學長稱呼 多年後才知道是阿滴本人 被挖出曾佩戴 以鄭明希名字C字造型的項鍊 阿滴6號也坦承的確加入過 透露當年知道鄭明希 陰性侵案正在獄中 但教會人員會不斷說明 這件事是被冤枉的 過程中他們逐漸對教義產生疑慮 因此與妹妹六七年前就離開了 紀錄片上架後引起極大迴響 台灣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在官網發聲明 指出偏頗內容深表遺憾 鄭明希牧師多年來宣揚福音 卻被刻意抹黑造謠 案件韓國法院尚在調查 而在台灣鄭明希被控 染指上百名女大學生 2003年台北地檢署以強制性交罪嫌 對她發布通緝 失效到2027年11月 至今在台灣她都仍是通緝犯 沒想到紀錄片上映風波越滾越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一般的綜合感冒藥通常會含一些抗阻治安 止咳的成分或止痛的成分等等 主要是用作於症狀的緩解 那因為它是負方 所以如果你個人有這個藥過敏史的話 在服用上要特別的注意 那如果不確定裡面有什麼成分 或者是自己會不會對這些負方過敏的話 建議可以單買單成分的症狀治療的用藥 會比較安全 提醒如果有些就是感冒藥裡面 是含有咖啡因幫助提神的話 小朋友可能不適用 如果是在診所有醫師開的藥 可以詢問醫師裡面的處方 有含什麼樣的成分 如果是症狀治療的藥物而已 可能症狀改善之後 就不一定要全部的藥物都吃完 那如果醫師有處方抗生素的話 建議一定要把一個療程完成 以免就是有一餐沒一餐 容易產生這個抗藥性的問題 如果有抗藥性的話 可能後續在治療上 會需要用到更強的抗生素 第一個療程會拉比較長 第二個會用到比較強的藥 所以建議如果可以用比較前線的抗生素 完整一個療程 就配合醫師把它完成這樣 一般民眾會擔心的就是吃了抗生素 會不會產生抗藥性的問題 其實你只要是依照醫師的處方 準時的服用 然後服用完一個療程 產生抗藥性的問題